学跳舞儿童会长高吗 我们希望小朋友体态的均衡 你只要讯号给他了 能量给他了 他自然该有的发育全部会回来 拉筋会影响生长吗 拉筋生长 那你是OK 因为你如果软乳脂很僵硬 你也不容易长高 喝饮料撒丑会长不高吗 你可能会因为 又给他喝了很甜的饮料 生长激素就硬生生地又被停下来了 舞蹈伤害还有什么疑虑吗 大家一同去快乐练补宫 小朋友跳舞到底会不会影响身体 请你跟着我们一起同去练武功 现场邀请到三位来宾 跟我们一起讨论 从小练武功 身强体健就好轻松 我想健康的身心 还有运动的习惯 从小就打好基础 赞 跳舞有益儿童成长 但是过量太过激烈的舞蹈 有时候反而会有凡效果 希望孩子长得像大树一样高 学跳舞要注意的可真不少 学跳舞要注意的可真不少 像小朋友如果练跳舞的话 很多家长都希望说 他们就是能够长高 但是跳舞真的能够长高吗 治疗师 我倒不觉得说 父母亲希望孩子长高 就让他去练跳舞 我说父母希望孩子长高 让他去运动 那跳舞是运动的其中一种 所以我一直鼓励说 如果小孩子对跳舞有兴趣 很好鼓励他去跳 就是用乐趣的方式 不要强迫不要勉强 我们刚才谈到说 父母亲说有那种希望他苦练 以后拿金牌拿第一 那种心态的话就很容易造成受伤 那这个运动 这个因为跳舞就很多 非常非常多运动内涵 有一些伸展 有一些肌力训练 有一些协调性 平衡感 这些都很好 对他往后的身心发展都非常好 所以其实要各方面的配合 但我们都知道说跳舞之前 老师叫你来先到旁边去拉筋 对 拉筋这个动作感觉上好像就能够帮助 长高是不是 乙杰也会有这样的观念 对啊 教小朋友 可是我又有听过说 抽筋就是等于在长高 那就是拉筋的时候是不是就把你的筋拉长 然后让小朋友长高 抽筋不是 抽筋抓筋 那个拉筋 拉筋就叫抽筋了 就拉一拉之后超筋的 那一般来说 那个拉筋的话 其实因为筋骨是附着在骨骼上面的 那那个骨骼其实是身体的指甲支点 你很难用一个动作去把骨骼就这样子拉拉拉 那事实上有一种很特殊的长高方法 就是说比如说像有些人就是已经新春期结束了 后面还想要长高 有时候会把骨骼做一些处理 把它打断之后再接起来 再拉长 拉长的过程中它是需要很大的长力 非常大边的外面的长力去慢慢的拉 这才有办法 我要是这种拉筋 能够让骨骼拉长应该是不大可能 好可怕 要把骨骼打断 有这种案例 有这种人就是断骨增高速 骨骼打断然后把它延长 但这个是不是正确的 这个特殊状况不要诸如症 某些特殊状况 不过我要强调就是长高 基本上是小孩子的长高是伸长板 我们的长骨骨骨头上下 它有一个伸长板 所以伸长板还没密合的时候 你给它适当的刺激 所以我们说鼓励用跳跃的再重的方式 适当的刺激它会延长 但重点是你要有营养 然后再加适当的 刚刚讲适当的刺激 你像用力压 用力压 它不一定会长高 那运动方法很多 刚刚讲拉筋伸展 那是OK 因为你如果软组织很僵硬 你也不容易长高 因为骨头身上想要长 但是肌肉 软组织 包括关节囊 韧带 没有配合 延展性不够好 当然也长不高 像跳舞之外 像有一些跳芭蕾 有一些它去做这个柴拳道 然后但是我们普遍观察 柴拳道它也是要拉筋 不然会预防一些运动伤害 这些孩子 普遍长得个都比较小 跟跳芭蕾一样 对呀 范医师这是为什么 一般来说 做这些活动 应该是不会直接产生什么事情 可是他们大部分是 当做这些活动的时候 他可能必须受限于一些 一些体态上的要求 那他必须说 譬如说他以前 以前比较小的时候 他可能转个三圈的时候 转个三圈 对他说很轻松一举 可是当他再长高个十公分 体重再增加个五公斤的时候 同样转三圈 他可能跟之前的技巧 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时候他要维持 他原来该有的能力的时候 他有时候被迫 必须做一些身体上的一种妥协 他就说他可能吃的会少了一点 有一点像是迷失的 很多人说 那个举重的人都长不高 我刚范医师有提了一些理论 没有错 我也承认说 很多举重的人 不是很高 你可以想象到 一个两百三十公分的人举重 他会成绩会好吗 不会啊 因为光要把它举上去 一百五十公斤 举起来很轻松 两百三十公分下去 那个差距 所以变成说 有时候这一些 让我们说 某些运动 他需要某些 身材的要求的时候 符合这些要求 他比较容易 趋近往这个地方走 打篮球也是 打篮球也是 很高的人 打篮球的优势 随便就可以灌篮了 所以身高从小比较高的人就比较偏去练篮球 有点 那从小个子比较小 不能够去练篮球 我就去练一些其他的 我去也许是举重刚刚讲 或者做体操 那些对身高要求没那么高的 他可能走向这些 日久以后就有这种 刻板印象 认为打篮球 比较高 动不高 举重 还不都多 巴黎舞 慢慢慢慢就会分流 这个是一个分流的 这是因果的关系 不知道是果还是因 所以真的要好多因素的配合 对啊 那如果像那个筋骨比较软了 是不是可以喝醋 可以让筋骨就是软一点 然后比如下药 就可以下得去这样 在医学上 我真的没听过这种事了 不过可以尽我的能力 尽量回答 我们想像你可能讲的一些 是简单的化学变化吧 就是醋下去 钙就会出来 然后钙会产生一些 是心脏骨头比较柔软之类 那可是事实上 我们知道醋到肚子里头去 尤其胃酸的一些 它的PH值比醋更低 甚至身上会有一些 所谓的缓冲液的一些概念 事实上身体的PH值 不会因为你吃下去 喝下去那些醋 而有任何的改变 所以根本不会说 造成说股骨骨 产生一些变化 我们有一种讲话 是不是真的成立 要经过三宴 实验经验跟体验 实验刚刚欢音师讲的是实验 我们一般人说 那个醋进去 胃消化等等等等 不太容易 是作用到你的血液里面去的 这是实验没办法证实 喝醋有效 但经验 可能很多人有这个经验 说那个骨头 我泡醋的话 骨头都舒软 或者是以前很多 练软骨功的人 从小练软骨功 就给他多喝醋 所以这种很多共同的经验 尤其像刚刚讲 民俗疗法有这种经验 但是我是觉得说 实验经验我们参考以后 还有一个体验 那我们很难去体验 比如说我这个小孩子呢 我把他 让他多喝醋 我会不会长高 这个不准 不准 所以我是认同说 营养均衡 你喜欢吃醋 你吃菜加点醋没关系 你千万不要去喝醋 对啊 所以不管是饮食上面的牺牲 还有我的运动量也要多 那运动量又多啊 就是大家第一个就是运动完之后好口渴 那我记得小时候妈妈每次都讲说运动完之后回家 不准你喝冰的 不准喝饮料 因为他说你会撒到 就永远长不高 当运动身体正热的时候 不要喝冰水 没错 那基本上我也认同这个理论 虽然实验上不太容易去做实验 但是没错 因为我们通常喝下去的东西 如果是冰水的话 口腔 食道 一直到胃里面 所以他要慢慢慢慢把它温和 你如果冰很冰的话 有时候到火灌下去 到胃里面都还是冰的 那个胃会产生筋软 其实对健康不好 所以你说喝温开水 我也是鼓励大家多喝温开水 温开水喝了以后 他这个整个的缓冲 就会比较温和 运动完之后 大概会有一些水分的丧失 会流汗 可是汗里头不是只有水 它有一些电解质 钠 钾 钾 等等的 那你喝了冰水下去 其实只是补水而已 那这时候事实上 身体的电解质损失了 你给补了水 身体的钠钾 那些电解质可能会被稀释掉 反而有时候会有些危险 而且再来大家喝的 通常不是吃冰水 应该是冰糖水 饮料 甜甜的饮料 到时候 因为我们运动 其实我们 我们今天回到原来 就是小朋友 虚望运动 靠活动 跳舞 长高 那今天的话 我们活动 有在冒汗了 心跳快了 身体会有自发性的 生长激素的分泌 可是这时候 你好不容易 分泌出来的生长激素 你可能会因为 又给他喝了很甜的饮料 生长激素就硬生生的 又被停下来了 所以你的目的 可能就是没有达到 增高的目的 那如果说 像小朋友背的书包比较重 或者他提重物的话 这样也会影响吗 这个的话是要看 长期的习惯了 那我这边的话 是看到不是书包造成的 是看电视还有看书的知识 天啊 在侧一边 看电视 就这样子 这个过程中 他的脊椎就歪掉了 而且习惯成自然 真的 我看过很多成长的小朋友 那那个脊椎真的歪了 歪掉就真的很可惜 歪掉可惜的事情是 只要是歪的 你就算变高了 他还是歪 而且越歪越远 反而会使歪的程度 会有一些角度的变化 会使他随着成长 那个歪的程度更严重 然后本来可以更高的 反而变得更歪 所以现在国外都一个 找自己前线运动 运动完以后再来学习 效率特别好 感谢观看